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住宿是最主要的 那住宿的话一定不可以住太差 所以一天三五千块台币 算是很正常的 所以这样子算下来的话 我觉得说以这样子的比例 可是我个人的习惯比较像这样 因为你说这里有15%要给领队 我比较习惯是说 比如说我去参加的旅行是有主题 然后这个领队他对当地很熟 像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本来是想要去非洲 那非洲那时候因为带团的人是谁 是徐浩平 那浩平哥 因为他对那个地方已经研究过 然后很熟悉 由他来当领队 当祥导 然后陪着你去哪里好吃 哪里好玩 我就觉得说那个就充满期待 那就是就像布丹 你要去布丹的话 你不可能去 有家领带人去吗 不可能 就是国内有几个推荐人 那他是因为跟布丹那边的 这个官方有一些渊源 所以他要帮你写推荐 那推荐的话就是他自己对当地也熟 所以如果说你自己要透过旅行社 透过一些这个商业性的这样子安排 有一点困难 所以我比较用的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在这些方程 就是这个分配 消费的分配上面 也比较不一样 我会找我熟悉 然后呢 我本来就认为说 他在当地就可以帮忙 所有的安排都安排得很好的 就像我们去这个清康帐好了 我们去清康帐的话是 这个拉萨那边的台办 直接帮我们安排 那由台办安排的话 当然他的接待的规格 各方面就不一样 你就会觉得说比较放松 如果你一般 你就参加旅行团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他因为游客很多 所以呢你可能就跟人家挤 然后可能他的品质 你就会去玩就需要放松嘛 可是呢 当你当成一般的游客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点受虐待 如果我们大家去参加这种团的话 到这么惨吗 受虐待 真的 有些就大陆很多地方啊 像很多人去酒菜沟 挤了半死啊 还有人去那个五一山 我的经验是什么 是哎呦 就看到人家仰头 就看到人家的那个背后 屁股 为什么 因为太挤了 所以有些地方 就是说你在旅游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有一些熟悉的安排 然后呢 避免这些 让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对来温总 你当我们谈一谈看这个旅游方程式 那么刚刚这个郁正姐特别提到了说 其实导游非常重要 特别是像你刚刚跟我们分享的 这个纳米比亚这个地方 那我们对它完全是陌生的 以前好像地理课本里头 好像也没念到这个国家 所以呢 你们的导游去在当地 可以介绍他们的文化 可以介绍他们当地的一些旅游景点 非常非常重要 对不对 领队是一个行程的灵魂 当然这个事情其实要到回头来讲 其实一个旅游的东西 其实它横跨的是 从一个行程的设计 包括中间飞机的安排 交通工具的安排 旅馆的安排 当然就是 如果自己去旅行的话 那很简单 你选时间 要选正确的时间 那你如果参加旅行团的话 可能就没有办法 那部分的将就时间 比方讲有的时候 如果是一团人来找我 我有个习惯 我会去看皇帝 看皇帝啊 非常重要 有一次 顺不顺 有一次有一个先生呢 因为他参加中时的那个课 上了一个教授的课 那个教授安排一个团 他没有时间参加 他就说他要来找我聊聊天 但是一定要参加我们的团 他会进公司 劈头第二就说 我是实际上公司的老板 他设立的是实际上公司 但是他说 如果出去旅行 他说你一定要去看老祖宗 留下来的精华 就是农民力 那个时间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是一般 一般航空是分配位置 我没有办法选择 那如果是亲朋好友 自己来找东西 就一定要找时间去 一定要挑皇帝 这是第一个 那当然行程 你自己可以选时间比较简单 然后选行程转班机 然后选参观点 那其实这都是里面的一些美感了 旅馆 那旅馆有市区的旅馆 有郊区的旅馆 有新的 有旧的 有老的 那你看你挑哪里 那郊区 那我们肯定享受的是 风景比较好 空气比较好 但是交通方便 市区像老城 像佛伦斯 或者是威尼斯 住老城 你晚上 半夜 你可能可以听到钟声 你可以出来逛逛 就是说你总要所得 那那种顶集团 他们都会选择住哪里 反正是哪里 最漂亮最贵 我就要住那里 是这样吗 当然平行的论就是 你看你选旅馆 是选有品牌的 还是选Botty Hotel Botty Hotel就是所谓的 有设计性质旅馆 那有品牌的旅馆 那就是可能服务很好 房间很大 或者交通很方便 房间里面的设施非常好 服务非常好 中央有所得 比方说你去选Botty Hotel 大家听到Botty Hotel 就可以相信 绝对很好的饭店 你选半岛 大家知道半岛是怎么样 就是这种国际品牌 我相信它的管理 那你选独立的单一旅馆 那就可能要去看看Tribute Advisor 大家对它的评价怎么样 你不要花了大钱 找到一个旅馆 对不对 什么鬼屋 就是所谓鬼是形容词 就是说黑区骂屋 或者是服务不好 有鬼屋主题旅游 没有 尤其是最近到欧洲去 有很多人 像我最近听到 比如说西班牙 因为它有经济风暴 所以过去 其实有很多朋友的经验 就是去西班牙 本来经济还好的时候 就常碰到一些 很有历史的鬼屋 那现在是 因为它的经济衰退了 所以他们缺钱 然后失业率很高 所以问题很大 所以你不是碰到鬼屋 是碰到一些抢劫 或是碰到一些 自安的问题 我很难理解说 之前有一个大老板 他告诉我说 他连到北欧去 到瑞典 然后竟然也碰到抢劫 所以我觉得说 当然你要考虑这些地方的时候 因为最近欧洲 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它是存在的 包括就是金融风暴 所延伸下来的一些 可能的风险 你要出发前 你就必须要评估一下 是好 那温总你带我们来看看 其实现在很多顶级行程 是用邮轮 就是直接我在邮轮上头玩 对不对 是 这种顶级的邮轮行程 然后带我们看到 其实邮轮看起来 好像真的就是像家一样 当然这个邮轮邮轮 我们这个照片 变成一个厨师的了 其实邮轮现在很多人 蜜月也会挑选 直接上邮轮玩吗 那邮轮其实我想 在台湾的邮轮里面 去坐邮轮的 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只是 大家对邮票的邮 还是邮丸的邮 有些争论 我想大家可以 网上去查到邮轮 那这个邮轮 其实有所谓的豪华邮轮 跟普通邮轮 那并不是 上了邮轮也很豪华 那也未必 那现在各位所看到 这个就是叫做 应该是 欧逊尼亚大洋邮轮 最新的一条船 叫做Revela 就是蔚南海岸 这条船是 今年才刚刚下水的 是 66900吨 这条船上 非常新 装潢非常好 更一个特色就是 他请了一个法国的三星主厨 就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个三星主厨 就是这一位 就是大洋邮轮所号称 他的吃是非常好 所以我们在邮轮上 可以吃到星级的一个 非常好 第二个呢 李奇林大菜 一般的稍微好的邮轮 它有个Captain Knight 对不对 小女船的很正式 那这条船 比较casual 所以它的价钱 大约是 比最贵的水晶邮轮 水晶邮轮是中型邮轮 大概五万多顿 是排名第一的 那小型邮轮 排名第一是银海号 所以我想大家想一想 其他的一般邮轮 这邮轮到底 住一个晚上多少钱 大约是一千块美金一个人 三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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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他比方讲 像这个邮轮 但是一上邮轮 不会是一天 大概十一天 十个晚上 所以要三十万 他定价是要 一万多美金 三十万 大约你最后成交 可能七八千美金可以买的 也就是说你最后一个晚上 大概要七八百块美金 一个人 这是 顶级的行程 这是最标准的仓房 你要往上去价钱又不一样了 最贵最贵最贵多少钱 最贵大约我想两三万美金 要六七十万 就是住的这个房间大小不一样 因为在台湾大家最熟悉的 大概就是类似像 其实刚刚温总有提到 就是到底是邮票的邮 还是旅游的邮 那台湾最熟悉的 应该是立新邮轮 那立新邮轮就是 它是比较小型一点的 那可是大部分人在上面 其实都是为了要去 这个好好地赌一把 那所以呢 你可能如果说你是你的目的 是要去邮轮上面 这个好好赌一把的人呢 你可能就不在乎这个房间的大小 因为大家如果去过澳门的话 你大概就是说 以威尼斯人啊 或是一些这个金沙赌场 这样的规格 然后一个大一个套房的 你可能无法想象 就是说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套房 而是一个就是里头床铺 然后呢盥洗用具 这样的一个空间 然后搭配你在邮轮上面 可能你花多少钱的筹码 那如果说你的筹码够的话 基本上它是可以抵这个邮轮的消费 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是 大家的印象中是这样子 可是这种顶级邮轮比较不一样 这种顶级邮轮的话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大老板他们要这个 要到欧洲 要到地中海 那到北极 那甚至呢 这个清婚度蜜月的时候 可是呢 这种邮轮大家会有一个印象是说 因为我们看这个铁达尼号的 就是印象非常的深刻 对就是类似像铁达尼号这样子 就是有晚宴 然后呢 有一些豪华的这些餐点设备 然后甚至有很多的party 对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顶级的市场 真的是不太一样 而且刚刚温总特别提到说 其实呢 很多这种顶级的这些老板层级 或者是他们口袋很深的 他们也要环游世界 但他是分段环游世界 对不对 他可能今天去这几个国家 然后下一回再去 这个下几个国家 都是不太一样的 我刚刚提到 其实出国旅游 你要在正确的时间去正确的地方 所以我想 北半球 蓝半球 你要挑选 你是喜欢冬天去 夏天去 要看你去的地方 所以不是那个一次 我60天 80天 那个对于大家来讲 一方面是这个身体上负荷太大 一方面心里头会非常想家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 今天谈到这个顶级行程 那么如果真的想环游世界的话 或许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种行程 就是我们分段去玩 然后呢 自己还是一样可以玩得非常开心 而且还可以自己规划行程 好 那么今天呢 非常谢谢温总来到现场 也非常谢谢余真姐 谢谢 同时呢 也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富裕上前程 我们一起来当大富翁 大家明天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